刚刚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一锤定一,释放了全面宽松的信号。 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柳表示,政策面正是变化,但不会再度出现2014那种大水漫灌。 数据显示,2018年7月以来,央行向公开市场累计净投放14605亿元, 而去年同期央行累计净投放仅为3310亿元。 年初以来货币政策边际放松,但流动性环境的逐步疏解过程中不断确认。 市场多认为,央行货币政策确实由紧转松了, 政策的突然转向让习惯了投机导板的人按捺不住,纷纷放言资产价格要大涨。 这次的政策定调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, 机房地产严控周期的货币政策宽松,却是历史上头一次发生, 那接下来绑地产的命运,究竟会如何呢? 难道像上两年一样,一年翻一倍的价格, 特意收集了国家统计局的宏观数据, 来为大家呈现已藏在山下的真面目。 先来看一张图表,第一个表示最近10年商品房销售面积的数据, 从2010年开始,我国的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,就稳定在10万万平米以上, 只有行情特别好的年份开发商才会多盖楼, 第二个表示最近10年新建商品房成交金额的数据, 没失明的人都一眼能看出成交的涨势,明显强于开发商盖楼的数量, 非常直观地表现了过去10年房地产价格上涨。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新建商品房成交金额, 不包括二手房已经达到3万亿了, 哦,从2007年至2015年全国各地的开发商总共建了94亿平方米的商品房, 这其中包含了少部分的别墅、门面和写字楼, 总共卖出了52万亿人民币的成交价, 可能有读者会好奇为啥汇总数据, 这统计到2015年, 主要是因为之后两年全国二三线城市房价普遍涨了快一倍, 所以数据汇总到2015年会比较合适。 2016年之前全国大部分二三线城市房价运行是很平稳的, 房子作为投资品, 被开发商卖出后, 资产本身的价值会一直存在并随着一传的下去, 也就是说之前开发商卖掉的52万亿价值的商品房, 按现价计算其账面价值大概值100万亿, 加上2016年的11万亿和2016年官方统计的平方米, 广义货币155万亿, 比较只差了44万亿, 一条房地产产业链可以耗掉央豪发行货币总量的70%, 这个数据是很恐怖的, 为啥实体的生意难做大家都上拼多多买家货也很容易解释了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!